各位CN 觀眾,接下來這個部分我們是完全沒有寫稿去準備的 因為沒有辦法寫稿去講以下這個感受 因為這個感受都挺交集的 因為我們的主播Janice 今天就是最後一天在這裡,也要離開我們CN 你會否拍哭呢? 你不要弄得我哭走得 我覺得這個環境是我很熟悉的一個環境 六年以來坐這個廠 每一盞燈的擺位 甚至乎是我身邊的每一位同事都好像給到我家人的感覺 所以我…很不捨得的 你怕不怕你緊張到哭,或者不捨得我哭? 我盡量不會在主播台上哭,我要保持我的專業 但我也想說,因為做新聞採訪不是一個人的事 我也真的要多謝台前幕後的所有工作人員 好像我們後面的很多同事,還有機後面都有很多同事 那你覺得這接近六年最大的得著是甚麼? 最大的得著是認識很多朋友 很多圈中的好朋友,還有公司也有很多好朋友 我覺得我是一個很幸運的女生 有甚麼不幸運的女生 有甚麼失去了? 失去了…失去了少許私人時間 但我也是值得的 對,好像在主播回合室一樣 對 不過不要緊 其實我知道你在這個時刻有很多東西想說 不過看完以限的片段,回來再說,好嗎 好,謝謝 謝謝 不經不覺,由我們CEN03年開台 就已經加入這個大家庭的美女主播陳貝儀 為我們已經服務了接近六年了 這一位美女主播對我們的影響力影真不少 很多人一說起CEN,就馬上會想起陳貝儀 Janice,無論在報道、村訪、C等等等等的工作 都是做到盡善盡美 成為不少年輕人的偶像 投身主播界的目標 更可以說是一種電車男心中的女神 總之大家一說起Janice 都不其然要豎起她們隻手指公 正 正所謂天下無不散之言直 話這麼快就來到Janice 在CEN的最後一天 這一天我們專程貼身追訪Janice 全日的工作流程 不如這樣吧 由她的頭開始吧 你看看,石頭、化妝 到出鏡報道娛樂新聞 一一都呈現給大家看 來到這一天 為了要表達我們的心意 我們一早已經很神秘地 準備了一束花送給她 為了尋找更多衝擊和嘗試 Janice決定暫別我們 大家當然是捨不得的 為了祝福她在未來的路上 能夠繼續發光發亮 安康快樂 我們CEN的大家庭呢 就決定為她舉行一個 簡單而隆重的歡送會 在這五年間發生過 不少大大小小的事情 無論順境、逆境 Janice都和我們一一度過 來到最後這一天 所有回憶 立刻湧到上去那裡 沒錯,心頭 這麼多年間的一點一滴 相信Janice和大家 永遠都是不會忘記的 Janice 祝你一路順風 今天呢 見到你倒閉卡的時候 那個心真的不是太好受 無論如何都好 你無論去到哪 我都一樣支持你 你跟我說的話 我一定會好好記住的 話這麼快 Janice就要走了 我就很捨不得的 因為真的在你身上 學到很多東西 希望日後可以有機會 再和你一起工作 我會形容和她的關係 就是由同事變成朋友 都希望我這個朋友 知道我的路可以更加燦爛 生活得更加開心 和你做同事 已經做了四年多五年的時間 其實這次你要離開我們 都有點酸漏漏的感覺 因為除了我和你同事之外 得而赤的 有時我們在家房間聊聊天 這麼多年以來 真的建立了一個 朋友之間的感情 希望你未來日子 是更加開心 更加快樂 還有我知道你很想快點結婚 希望你快點找到的 如意狼君 不要再獨手空房 放開自己懷抱 將自己的要求 不要提到那麼高 其實這個世界 很多好的男人 Janice 陳貝儀 記得初初認識你的時候 我說你的名字真的很有趣 然後你告訴我 對呀 貝儀 貝儀 我爸很想我之後可以生個兒子 原來是這個原因 不過你的性格 當然不是一個普通的女生 那麼簡單 認識了你這麼久 由CEN 由舞 到有 我們一起經歷過很多事情 所以現在希望你 就前程子地開開心心 一些想想 讓人要描和你 內容 很髒 但是我前程子 從不相識 開始深接近 默默一爭紫待人 心情其實都很複雜 很白地交叉 很多東西想說 但又知道從哪裡開始講起 因為突然間很多片段湧回來 很多你們跟我說過的話 很多面紅突然在腦海浮現 看我解開心中的孤單 那我覺得 這裏是給了很多好好的回憶 將來是怎樣都好 我都一定會很記住大家跟我說的每一句說話 希望大家 可能將來想起CN有哪個主播的時候 我都會記得我 你記得我嗎? 我記得你 畢竟是03年7月28日 我跟你在這裡開台 對,所以我今天特意要求 你回來和我做最後這個廠 好頭好味 對,我送你一程 謝謝 安心上網 謝謝 我只是看的時候有點牙膏 對 對 對 我多謝你的祝福 你真的很了解我 對 都不枉我 不要再獨手空訪了 不是 說回認真 我都真的要衷心很多謝 每一位接受過訪問的人 因為我覺得其實做訪問 你都知道 是好像打球 打乒乓球 是欲強欲強的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我是專業的話 也是因為我的被訪者專業 所以是反射回來的 所以我真的很多謝 每一個接受過訪問的人 以及很多謝公司給了我很多機會 最後一句話 是 想說甚麼 謝謝 謝謝 無言感激 衷心的多謝 乖 好了 前程至感 稍後回來繼續有娛樂新聞報道 再見 再見